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停了之前已經上次一個月了 我想各位朋友應該還在努力的脫光吧 繼續來介紹傳說角 本次來介紹加西亞 加西亞是這次雙號PS的角色之一 這次就來介紹他 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囉 話不多說,馬上開始這次的主題吧 先來介紹加西亞的個性 加西亞的個性分成五部分 相當的複雜 部分個性需要達到一定星數才會出現 第一部分是行動化時獲得一層旋轉加速 一星時最高疊六層 三星以上最高疊九層 第二部分是擁有三層旋轉加速時暴擊率提高 一星時暴擊率提高15% 二星以上暴擊率提高30% 第三部分是擁有六層旋轉加速時暴擊傷害提高 這邊是三星以上才有的效果 三星時暴擊傷害提高15% 四星以上暴擊傷害提高30% 第四部分是擁有九層旋轉加速時 無視目標格擋,無視4%防禦 這部分要五星時才會出現 第五部分是戰鬥開始時獲得旋轉加速 這邊是二星以上才有的效果 二星時獲得一層旋轉加速 四星以上獲得兩層旋轉加速 以上可以得知加西亞是一位慢熱 而且需要高星數的角色 因為部分個性需要星數到了才會出現 低星時威力就發揮不出來 所以若是加西亞要發揮威力 我覺得至少要四星以上 因為四星時若打到六層就會有30%暴力與暴傷 戰鬥開始時就會拿到兩層 加上行動開始的一層 就代表一開場輪到加西亞的行動時 就是三層旋轉加速起手 一開場就確保了30%暴力 之後要繼續疊到六層以上也才會比較快 六層之後也才能透過個性的加層 打出較高的攻擊 所以若想要使用加西亞 就得留一個碎片位置給她 一度刷碎片到四星了 再來談技能 之前的介紹影片中有提過 每個角色都能帶一個普攻 一個反應跟三個技能 此外角色先帶有一個普攻跟一個天生技 先來介紹天生技 加西亞的天生技是處決時刻 單體攻擊造成120%傷害 擊敗目標時獲得一層旋轉加速 擁有六層旋轉加速時 攻擊前傷害提高45% 唯一可以疊旋轉加速的技能 但要擊敗目標才有 比較適合打一般關卡 若沒辦法一起擊殺 就要讓加西亞用這招收頭 但打王就比較難疊 因為寫的是目標 根據實測 若沒有敵人可以打 打外戰人等也是會加一層 神兵3打非死應該可以加 但神兵2這種啥都沒得打 打石頭又太硬的場合就不適合用了 至於其他技能要升尖後才能取得 技能分成兩線 招式跟意志 但每次升到可以拿技能接擊時 技能只能兩邊則一 若兩邊都要學 就得吃領悟之力了 領悟之力平常一個過程中是不好取得的 所以要盡量省著花 這邊要談不吃領悟之力的狀況下 各間段學哪個技能比較好 這邊會先介紹該階段的兩個技能 之後再給出選取建議 先談一階的技能 招式的技能是鎖定 行動開始時 對自身範圍6個內物攻最高敵人 私家降物防2 意識的部分則是戰鬥興奮 主動攻擊後自身受到傷害降低15% 造成暴擊後受到傷害額外降低25% 來談選擇部分 一階技能各有用處 鎖定是將對方防禦 會比較容易擊殺對方 打王時對團隊有幫助 戰鬥興奮則是個性有加暴率 比較容易暴擊 暴擊時可以一次降傷40% 如果拿到坦傷害時 會比較扛得住 但我個人是比較偏好鎖定 因為降防禦一定用得上 坦傷害如果對方不打你的時候 降傷也沒用 只有打一般關卡 加下來跟對方一對一的時候 才比較有機會被對方打到 但如果鎖定降對方防 直接秒殺對方就不用坦了 三階技能的部分 招式的技能是勾索 順發技施放後還能繼續行動 選擇自身十字範圍 一名敵人拉翼到身邊 施加進反應技 翼之的部分則是鮮血味道 順發技施放後還能繼續行動 恢復30%生命值 再續算自身三個減翼 獲得潛能激發 來談選擇的部分 三階技能也是各有用處 勾索的部分是比較適合打一般關卡跟榮耀 可以把敵方被護衛住的敵人 或者是遠方的敵人拉拐殺 用得好的話 有機會解決一些高難本的難題 但王因為拉不了 所以打王就沒用 鮮血味道就比較通用 因為潛能激發是攻防提高 攻防提高應該是沒地方不能用的 因為兩招都各有用處 所以就沒特別推薦的 各位朋友一致也打法選擇吧 五階技能的部分 這階兩邊的技能都是反應技 招式的技能是回擊 被主動攻擊時對方在攻擊範圍內時 盡情反擊 超人70%傷害 每回合最多生效一次 再來是異智的部分 異智的技能是致命收割 自身時次範圍三格內所有敵人 被有機攻擊後落處於瓶死 進行援護攻擊 超人目標50%以損失血量的穿透傷害 每回合最多生效一次 來談選擇的部分 五階技能建議選擇致命收割 這倒是很強烈的反應技 根據實際測試 若觸發又沒被減免的話 一定可以收頭 因為這招不看加西亞的攻擊力 只看以損失目標的50%血量 舉個例子 假如敵人1000血 被打到剩290血進入瓶死 這時觸發了致命收割 因為敵人損失了710血 致命收割會造成355傷害 因為敵人只剩下290血 就會死亡了 但若敵人有減免就打不死了 因為這招算是百分比傷害會被減免 例如免疫高級降低95%的百分比傷害 這時就只會造成18的傷害 敵人就不會死了 所以這招適合對付血防高 但沒有減免的敵人 只要隊友打到平死 就可以馬上秒殺 而且又沒有冷卻 可以一回合發動一次 如果用了好可以省很多力 但因為要十字範圍才會發動 所以若要使用要注意一下走位 七階技能的部分 招式的技能是迴旋利刃 順發技施放後還能繼續行動 選擇自身實質範圍內一名敵人拉翼到身邊 造成70%傷害 擊敗任意不要時可恢復2點能量 意志的部分則是孤膽 自身範圍2個內沒有均時 攻防屬性提高8% 暴擊率提高10% 七階技能選擇的部分 建議選擇迴旋利刃 這招有機會一次行動可以擊敗2名敵人 可以先拉一隻殘血過來擊殺 因為是順發技的關係 還可以繼續行動擊殺第二隻 但打王就沒用了 因為王拉不了 只能用愛對付一般敵人 至於孤膽 也是比較適合用愛打一般關卡 打王要2個內沒有均 走位會非常不好走 九階技能的部分 這一階兩面的技能都是普攻 招式的技能是痛苦切割 單體攻擊 進行30攻擊 每次佔人33%傷害 目標為受傷撞案時 暴擊率提高25% 意識的部分則是封印擊 造成100%物體傷害 對受傷撞案的敵人 攻擊險施加技能被動技 有些技能選擇的部分 建議選擇痛苦切割 因為加西亞的技能都蠻花能量的 所以會蠻常有打普攻的時候 痛苦切割只要進入受傷狀態 就會提高暴率 若搭配上個性的加暴率 暴擊率就會提高許多 至於風印擊 雖然也是受傷就會觸發 但打王封印不了被動 打小外風印被動用處不大 不如選比較通用的痛苦切割 至少不會有無法觸發問題 十一階技能的部分 招式的技能是疾風亂舞 對自身放為兩個內所有敵人 造成75%範圍傷害 攻擊前獲得暴擊2 意識的部分則是隱秘的主角者 攻擊前目標放為一圈內沒有軍使 對目標施加孤立近閃避 每回合最多剩下一次 十一階技能選擇的部分 即使這兩招都不是很好用 疾風亂舞冷卻長 但傷害並不高 唯一的好處就是暴擊2 搭配上個性等可以把暴擊率提到更高 但冷卻太長了 還不如找其他角色幫忙上暴擊2 至於隱秘的處決者 這招偏PVP向 因為PV敵人幾乎不會帶光環 而且還得一圈內沒有軍 但敵人大多都會聚在一起 除非就打到剩一隻 不然也不好觸發 所以這一些我就不進行推薦 各位朋友就憑自己喜好選吧 接下來談技能攜帶推薦 這邊是以等級達到55級 技能已經全部學完的狀況做推薦 由於前幾等級不夠技能學不全的時候 就只能有什麼帶什麼了 普攻建議攜帶痛苦收割 反應建議攜帶致命收割 技能建議攜帶 處決時刻鎖定鮮血的味道 迴旋力人在打一般關卡的時候 若需要拉人才換上 至於武器裝具部分 因為根據我自己遊玩現況來看 前期能拿到傳說的裝備數量很有限 大多就只有幾件沒得選 儲備就是抽裝備池 不然有一個前期只能建議先用啥用啥 大多都是先用十字裝備頂著先 等到後面等級高了 開始人比較大量入手傳說裝備時 再來考慮傳說裝備的特化配置了 但以目前的經驗來看 即使打65關卡也未必會掉傳說裝備 若要傳說裝備多到有得選 那可能也得玩一段日子之後才辦得到了 至於塔羅部分 這邊有幾個建議 比較通用的選擇是裝魔術師 可以跟其他物理輸出共用 若魔術師太缺 因為個性會加暴力的關係 也可以裝正義來提高暴擊機率 搭配上武器等 暴擊率也能撐到過半以上 若是打高仿的敵人 例如王石也可以裝太陽 跟普攻的特效也有搭 最後做一下加西亞的小姐 加西亞算是比較尷尬的角色 一方面很吃星數 個性需要到一定星數才會出現 而不像其他角色的低星數只是功能較差 但加西亞是直接沒有 變成若沒有高星 很多功能就沒有了 另一方片個性又需要疊旋轉加速才會觸發 但渲染加速除了透過個性每回合慢慢加一層外 就只有天生技的儲決時刻才會提高 但儲決時刻需要擊敗目標才會加 若沒有目標可以擊敗 只有一個王的時候 那就得等回合慢慢疊上去 就會很慢了 但若疊到六層以上 因為提高傷害45%頗多 膽體傷害是會比現隱的突襲者高一點 但就是得有難心慢慢疊了 所以若要使用加西亞 因為個性的關係 就建議要一路幫加西亞刷到四星 才比較有辦法發揮加西亞的威力 四星之前就沒那麼好用了 加西亞就介紹到這 若本身影片對您有幫助 先來幫我按讚、分享並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並按下訂閱旁鈴鐺開啟全部通知 之後新的影片或實況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囉 若對影片中有任何疑惑 歡迎各位朋友留言發問 我會經濟解答各位問題 也歡迎各位朋友加入我的LINE社群 或者是FB粉絲團 像個網址我會放在視頻欄中 頻道經濟不易 也希望各位朋友觀看史若遇到廣告 至少觀看三十秒廣告 別跳過廣告 可以去上個廁所、倒個水、深淵奶油等 花費您短短的時間 可以幫助本頻道的視頻進行下去 十分的感激 並歡迎各位朋友來我的實況聊聊 每天晚上在YTUBE開播 等您來哦 下個影片見哦 拜拜